嗨 賓士 是的 請說 幫我按摩 嗨 大家好 我是寶命 今天我要介紹這部車 是一台非常適合單身 以及害怕寂寞的朋友們 因為讓你一次出去 有三個人的感覺 四個人出去 七個人的感覺 因為這部車 它有最新的賓士小姐 Apple Car Play 所以它可以用Siri 也可以用賓士小姐 我們還是請最專業的 國風的老闆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歡迎老闆 哈囉 大家好 欸 王蜜 今天我想跟所有的好朋友 分享一台 2019年的A250 這台所有的賓士小姐車 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開始介紹這個車子之前 王蜜一貫走來 都是介紹好車 給我們的好朋友 來分享 來了解 那這台2019年的A250 它的新車價是216萬 那目前的公里數 只有跑8000公里 喔 才8000耶 好新的車子 那剛剛講的這台車 它配備了Apple Car Play 還有Series 它是2000cc的A250 它的馬力已經到達了224匹的馬力 所以它是一台七速手自排的車子 很棒的一台車 那我們先從這個車子的外觀的部分 先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 謝謝 我覺得A250這台車子真的非常好看 沒有這個AMG Line 就是看起來敦敦耶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台語是不是這樣 就敦敦耶 濃濃的這樣 有AMG真的差很多 賓士大logo 這個logo特別說明一下 它有半套的Internet Drive 假如它是整套的Internet Drive 它的這個賓士的logo就不會凸起來 會整個像平面一樣 滿天星 單雜式 水箱護照 杜落的下巴 有沒有 非常好看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AMG的一個部分 這個絮片超好看 不過它這個是裝飾而已 所以它這個沒有真的有動 這一代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燈 超好看 全LED化的燈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LED 然後配這個遠針是乳素 結果我發現不是喔 各位看一下 它這個裡面 這個燈上面是用很多小顆的LED晶片 我不知道鏡頭看不看得到 小顆的LED晶片在裡面 所以它整顆燈都是全LED化的燈 從這個角度看超帥的耶 這一代A Class最好看的角度 然後這個角度 哇 超熊 超巴西有沒有 特寫一下 OK 來到車車的部分 因為它是A250 搭配了A系列最高等級的18吋底圈 然後配上打動通風底 輪胎尺寸是225 45 18 而且我跟你講喔 A250我記得它的車身比比180還有A200還低 所以你看它這個指幅 降得很好看有沒有 剛好一拜 有沒有 這個指幅剛好 它這個ANG的圈數我沒有看過的圈 這應該是新的圈 多了這一塊有沒有 以前應該就是這樣到底 它這個是多了一塊在這裡有沒有 這算是一個新的造型啦 蠻好看的 後視性方向幅度燈 屁股的部分呢 全LED化的後圍燈 超級有質感 而且你看超銳 就很有銳利的這種 有靈有角的造型 雙粗的排氣管 然後配上鍍鉤四條 加上下面導流板 旁邊還有這個裝飾側孔 沒有真的有洞 然後呢這個排氣管其實也是裝飾 它是微視管有沒有 其實它真正的排氣管在下面 其實跟上一代比起來我覺得差不多 但是夠用啦 如果是以這個小家庭出門大概夠用 可以放個一個大型椅箱 然後大一個小的應該是沒問題 這個椅子呢也有支援424 椅背分離傾倒 這邊有一個鳥有沒有 只要稍微把它按下去 推一下它整個就倒下去 很輕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就是一些補胎劑還有打氣劑的設定 下面還有一些空間可以放一些小東西這樣子 OK 那整個車呢使用狀況也蠻良好的 就是都沒有什麼刮傷的刮痕 看二手車就順便檢查一下這個車況的部分 有沒有這種塑膠板啊 尤其是這種很容易就刮傷 順便檢查一下 然後板金的部分呢 我們稍微瞄一下 沒怎樣 沒有什麼問題 通常開那麼少的車 很難會有什麼大狀況 大概瞄一下就好 我覺得它現在這個板金的紋路啊 有焊的比較好看 我覺得啦 有沒有看到 跟之前的板金的那個焊接的那個紋路看起來 好像做工有比較 OK 那我們接著看了門板的部分 哇 非常有質感 擠皮然後配上合成皮 然後再加金屬法師銀式板 哇 非常的超級有質感 這個擠皮摸起來就是有一種高貴的感覺 在這種小車裡面還有這種高貴的感覺 很讚 OK 那椅子的部分呢 前面兩張是用Dynamic的擠皮合成皮 還有拉紅線的賽車椅 有沒有 非常好看 不過這個洞呢 這個不能綁安全帶啊 這只是造型 因為有這個洞通常是可以綁那個四點安全帶 可是這樣這個洞應該是沒辦法綁 所以這是造型 賽車椅的造型 這個為這個長途做設想啊 所以前面一樣可以拉出來 這樣長途駕駛的時候比較輕鬆 OK 那上車之前呢 我們稍微檢查一下 二手車來看一下駕駛座部分 因為駕駛座一定是最常做的嘛 有沒有 這個擠皮 狀況保持的還算蠻良好的有沒有 沒有什麼被褲子啊 刮到啊 鑰匙刮到的痕跡 有沒有 稍微檢查一下 OK 那我們上車 上了車之後呢 第一個看到就是方向盤的部分 哇 這個最新的三浮式方向盤 而且超級有質感 我跟你講喔 這個方向盤我自己的車 因為是舊款的 我有去問過 如果我想要升級成這個方向盤 想要自己換的話 大概四到六萬左右 現在讓我握到這個方向盤 讓我更有一種衝動 OK 那我們發動一下車子 發動之後呢 我跟你講最吸睛的就是這兩個儀錶板 我跟你講這兩個10.25吋的儀錶板解析度超高 假設以前的儀錶板解析度是 假設啦 因為看起來就很像是那種680可以780那種 舊時代的面板 那現在這種就可能像是4K-HD那種感覺 就是它這個整個精緻度你看 超熱血 而且超精緻 這個質都超細有沒有 自超細看的超清楚 而且反應超快 然後這個是最新的MVU-BX系統 所以可以用聲控 我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嗨 賓士 是的 請說 幫我按摩 很抱歉 該功能無法在本車使用 很顯然的 這個賓士還是系統有缺陷的部分 OK OK 那接著看中控台的部分 這個是他們說最新的叫做 渦輪式冷氣出風口有沒有 因為看起來很像渦輪有沒有 可以用轉的 然後這樣就關起來了 這樣就打開了 OK 然後這邊呢 我覺得它這邊改也是蠻多的 這邊很像是那種按鈕式的有沒有 方向燈啊 一些車輛的室內循環 AC輔助 AUTO啊 用按的 其實我覺得美中附著是 它這一排應該全部都要 如果可以是用成像這種金屬質感多好 你看它這邊還是塑膠的感 但是如果整排以後可以改成金屬 多好 聽到有沒有賓士原廠 最新的Type-C的插口 不知道有沒有支援快充 下次可以測試一下 這是最新的那個手寫板 然後這邊有一些動態調整的模式啊 都在這裡 然後停車啊 一些輔助系統 地圖啊 什麼都在這裡 對說到地圖 這個地圖是全中文化的地圖 而且反應超快 可以觸控有沒有 超好用 二手車嘛 來我們來檢查一下它有沒有刮傷 這個東西很容易刮傷 所以很多新車來馬上就包摩了 有沒有 但是你看現在這個 鋼琴烤漆這邊有沒有 飾板整個品項超級新 有沒有完全沒有使用過的痕跡 這部車真的是有心到 你看連這個模 連這個有些地方 你看這個模 這個模 這兩個模 有沒有 這邊一個模 都還在車上 都還沒有濕 而且這部車是我最喜歡的 黑色內裝 有沒有看到 黑頂棚搭配全景天窗 加上黑色的擠皮拉紅線賽車椅 哇整個車內的這個氣氛跟質感超好 OK我現在坐進了後座空間 這個西部空間是OK的 頭部空間也OK 唯一美中不足 就插在這個 這個腿部的空間 這個支撐稍微少了一點 有沒有 不過因為它是A-Class 所以就不要強求嘛 那後座的椅子呢 也是賽車椅的造型 然後並且一樣搭配了幾皮拉紅線 合成皮的跑車型座椅 然後後面也是有兩組的Isofix 所以這個小家庭使用上是OK的 沒有問題 新世代的車齁 這邊很酷 全部都是Type C 這部車應該是我目前為止看過 所有的小鋼炮同類型中 最精緻的一台車 重點是各位 買二手車最重要就是這部車的完整度 還有它乾不乾淨 然後整個使用狀況 因為大家要買二手車就是要找CP值嘛 對不對 那好 那我們還是要請老闆幫我們 做這個最後的解釋一下 好的 晚命 我想今天對著所有的好朋友 這台新車要駕到216萬 2019年的車 目前只開8000公里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只要168萬 把它帶回家 新車216萬 然後才開8000公里 就已經折了 這多少 你說多少 168 168 折了50幾萬 58萬 老闆也就是說這部車才開8000公里 就折了50幾萬 對 折了50幾萬 那有折 有折尿 對啊 8000公里其實跟新車一樣 那當然好朋友 我們看車再聊 這個開架一定還有空間 對不對 歡迎大家如果有喜歡這部車 帶刀來找老闆 砍架好不好 OK吧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一段我們再講 如果有喜歡我們的頻道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 那如果有想要買車賣車可以找 國風汽車 最近呢我們有開一個新的粉絲專頁 如果想要聊天呢 可以到粉絲專頁喔 掰掰 謝謝掰掰 掰掰 這張專門